片頭祝福港 Hello 要不要說第幾集 不用了 我就是拍這個 每次都坐 一介紹 Devil May Cry Dente 哪家床 Danti Inferno 你讀嗎 Danti 不是 床名 我常讀床名 ASMUS 是不是台灣 對 台灣 對 台灣 其實大約有十年前 都應該推出過一次 Dente的1比6 那時候都是出第四集 Devil May Cry 4 他是出了Dente和Narroway 這次應該都是再重新出的 當然技術進步很多 這次第一炮就是Dente Devil May Cry第四集 第四集的Dente Devil May Cry第1、2集 主角都是他 不過是年輕的時候 其實這個彩盒的風格 好像Hot Toys那個記憶 我突然想起他做Bowhasa的set 這些都是master piece 對 我看看盒子裏面 陣肉 因為 Devil May Cry 4 後期是Danny是老了的樣子 1、2集是年輕的 其實他很有男人味 對 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他第三集就反過來 前轉就說是年輕 但那一集比較英倫的 Punk 然後四次反過來 就歌迫一點 整個感覺就跳回頭 那時候就開始流行雙主角 另外我主角叫Narrow 我不是很喜歡雙主角 我不是很喜歡雙主角 一到雙主角之後就不喜歡 所以他只怕沒有在Narrow 他都需要快點過去 快點過去玩 後半團 後半團就是用Dente 對 就不用Narrow 好 好 還有那個Narrow 有點喜歡病 不可一世 我不是很喜歡那個 還有那些龍豬頭 對 我很不喜歡 他出得太多了 可能三集都會 對 但他每次都玩了 看看內容武器 武器一定比較關注 玩開 首先他最招牌的那把Rebellion 這把叫Rebellion 劍 其實劍 劍 有很多尖銳的位置 大家玩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在地下玩 他好像已經有少少 有少少 有少少 硬硬地 有兩支槍 這兩支槍要介紹一下 一支黑色一支銀色 黑色的那支叫Emily 應該叫做黑殘木 白色的那支叫Ivory 橡牙 橡牙色的應該是他 這兩把是他的愛槍 由第一集第二集 他一直都在用這兩支槍 是全遊戲唯一無限彈 無限彈 無限彈 還有被他拿來耍碎 所謂 用來懶型的時候用的 每次你拿其他槍 過場外都會用這兩支 一定是這兩支 應該有曾經在家裡 很不知醜來自己試 那些動作 一邊跳起 一邊開槍 很投入的 以前玩這些遊戲 因為 你有沒有笑 不是 我那時候是一個人 因為Defone May Cry 其實是CAPCOM出的遊戲 他之前製作人就是三上真獅 三上真獅的招牌作 是嗎 三上真獅嗎 是 Defone May Cry 是他之後的第二個高峰 所謂 但是三上真獅做 其實做到第四集就沒有再做了 第四集也不是他了 已經 他做到第二集才沒有 第四集也是他 因為第三集就給了 好像英國公司做的 是 所以很英倫風 經常都噴 我以為他做完第四集才走 但第四集也很棒 很棒 因為他好像做完之後 就跳出去自己開公司 就做了Devil Within Evil Within Evil Within 其實很棒 對 恐怖 對 很恐怖 有一個打一個精子 經常爬頭髮很長 要放火燒 最後一集 最後一半 第一集就打了 超音鼠 經常閃來閃去 Figure Figure 其實我有追蹤這間公司的Facebook群組 其實他之前也有說過 今次Figure的賣點就是他這一件的仿皮衣服 就說可以存放超過十年都不會 因為他是字底來的 不是 不是 很薄 還有他有包邊 有鐵線 可以屈到 還有我發覺了一件事 有相識的 以往 我玩魔界那些 車工不是這樣的 他這件衣服 應該是找了一間新廠去做 因為其實 例如我們做玩具 那些衣服 其實你看到那些車線 密度是跟那間廠的功夫 跟那件衣服的價錢是很有關係 是 然後你看到這件衣服 那個剪裁 到那個厚薄 到所有車線 或者是近乎沒有線頭 他在用這間廠應該是很漂亮的 報價很貴 他都很丟本去做 你會看到他很有心去做這件事 其實他比他上一隻 就是魔界那些 跳了很多 因為可能你看到他衣服 所有東西 全部 無論皮褲衣 或者是衣服上面 有些扭扣的配色 或者甚至乎是你看到 他前面擺扣的那些 全部他做了電鍋 全部充滿金屬 對 是好像金屬一樣 全部都做了電鍋 你會發覺他很有心去做這件事 不是說我簡單 我噴過色就算 是有擋本 是擋本 那譬如說他腳 這個腳套 這個有點像是家 是不是 我喜歡他 我喜歡他 那你用來做事 你用來做事 就是白的 就是白的 他衣服那裡 他 譬如說 角色的特色就是 他下半身 很像牛仔的感覺 他的腳套 他的腳套 反而是用來做PVC 上面就有些浮雕 有紋的 第幾集版本 這個是第四 第四 老年的Dente 其實他們一直都保持著 粉絲也有很多話說 是啊 他是鐵線還是銅絲 就是他們知道的銅絲 有些不同 你們那些還小 譬如說他用這些拉鏈 這條拉鏈是可以拉的 中間 而且他那個拉鏈 你看到他其實 因為 例如我們做衣服的那些 拉鏈是很難買得到 這種拉鏈是很難買得到 金色和銀色的 所以你看到他很有心機 他買了一個黑色拉鏈 但是他把中間是掃金色 但是而且他掃金色是有技巧的 他不是整行拉鏈兩邊掃金色的 他只是選了正中間的位置 還有一些像 對 他就令到他看起來 比較幼一點 像真一點 其實這件事是很有心機的 因為你管這個QC 是很辛苦 是會想賺人 很煩的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大家買回去 如果真的有買的話 千萬盡量奉勸不要拉那個拉鏈 因為一拉 他的金色就會不掉了 所以就小心點玩 如果自己有技術的可以 挑戰一下 對 最好就是不要 玩玩玩玩手都希望是清帥的 宋博士說 原來《魔鬼鬼》原本是《Bio》的 是吧 這個我也聽過 因為每一個人的《Bio hazard》 那時候罵的那個缺點是 那個流暢度太慢 而且你沒有瞄準 Air Heikers 確實是定格 是啊 打起來就因為不過癮 因為他想做一個 那種節奏感很快的射槍機 因為它們兩個風格是不同的 Bowasa 主張賣的東西是說 轉角會有什麼發生呢? 它是想玩那隻恐怖的 他好像在看電影 你經常想我轉角後會有什麼跳出來 但低風味方式反轉 還玩右營 爽快的 其實它是一個早期的三國無雙 因為很有趣的 它的遊戲系統 所謂的連招 因為它遊戲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拿紅色的石 拿紅色的石就不停狂斬 但你斬的時候就不可以斷 因為你一直不停地斬 就會由B的Grade 慢慢升到A的Grade A++這樣升 越來越多紅色的石 才會買到更多武器 這次Figure 它只是根據基本這三種武器 兩把槍和八把Rebellion 其實譬如說 地獄山頭苑的雙子棍 火拳套那些 不知道會不會下一個 會不會出一些擴充包圍很多家產 我希望 想問它把劍是否突然變出來 還是不停在背後 把劍其實就是多拉夢設定 你喜歡就突然出現了 即是輸不空的 基本是輸不空的 像是輸不空的那些鵬 金鵬 廠方很有心 他為了要演出這個所謂 我叫做多拉夢設定 其實這把劍是可以吸在背部 是用磁石來做的 用磁石來做的 不過大家玩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那個磁石 我想它的尺寸比較小一點 所以它 它也有計算過 因為劍的這些位置 它用一些標誌 可能就是預料你有這些東西發生 如果它可以用大一點的磁石 就會比較好 或者自己換 再換一些磁石 因為它這把劍應該是已經塞進去 即是我的衣裏裡面的 有機會 或者它是一邊磁石一邊的貼片 如果慶幸地衣裏裡面的貼片 那你就可以換一顆磁石 是這個裡面 是的 哦 那身體方面它也有一個包膠 其實沒有什麼穿奔位可以看到的 因為它的服飾方面已經可以彌補了這方面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過說 我要全包膠 還是傳統的要開明關節給人家 Walker問 沒有玩過遊戲 但是當年買過它的可動扭蛋 是啊,可動扭蛋有 可動扭蛋是第二集的 哦,扭蛋也反而沒有玩過 是的,第二集的 就是那隻山口式扭蛋 哦,就是斜割的 很小的盒子 是的,斜割的全部的關節 Kent跟Walker很熟 我去HIGHWalker Kent將 Kent將HIGHWalker 那做到了 Kent也叫我們吃飯 做得不錯 吃飯 Ebony Moki 即是孫悟空的設定 Ebony & Ivory 他槍的名字都在這裡 其實我看這支槍 他讓我記起 HELSING裡面的兩支槍 是的,HELSING也很像 我真的不知道是他抄HELSING還是HELSING抄他 這支其實是抄DESERT EAGLE 那應該是DESERT EAGLE 或者M1911 因為HELSING很久了 DESERT EAGLE 沒錯,他是藍本的DESERT EAGLE 也是M1911 DESERT EAGLE 因為我有一支 哇,你有一支真槍 報警啊 我也是敗人的 我有一支一比六 一比六 小弟做過一支一比六的DESERT EAGLE 不如插槍袋裡 有槍袋嗎? 不過就是可能 現在剛出來就比較扁 你可能插槍 你要玩過一兩次之後 這樣就可能會好一點 是的 大哥,你感覺到現在的影片 那個鏡頭運用 是有點像樹大招風的方式 你直接打了風 不過有少少可惜 就是槍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結構 槍就沒有退堂 但是外形優先 Magazine也拿不到出來 是的 其實因為有時候 可能做一比六 大家對拿彈夾和槍 可以噴槍 其實已經是一個 基本配置 而且 有少少失望 說一說這次的頭雕 頭雕其實 有些朋友說不像 因為眼睛太矇 其實看回遊戲的設定 看回樣子 其實跟回CG畫都差不多 拍出來比較漂亮 是的 你稱讚 我也覺得他眼睛太矇了 他眼睛太矇了 因為是老 老是不代表矇的 老板 劉德華挺有型的 有些滄桑味 沒有特別暗示 因為他上鏡後 可能他的上色圖裝 其實是方便攝影的 其實有時候 某大廠都是用這種 approach 去做他的成文 和他的髮型都挺好 我挺喜歡他頭髮的 吊黑 不錯 都是幼細 不是一餅 算數 好了 夠時間了 應該應該 有人說第三集最好玩 第三集是 不過賣尾 不要只贊 說一點點 缺點 其實我 一來 剛才說了 就是那支槍 沒有怎麼做細節 另外就是 這把劍可能比較容易掉 大家可以考慮換個姿勢 還有一件事 我自己比較介懷 就是頸 是的 例如扭頸 他比較容易顯得斷頸 因為裡面的頸不夠長 因為他的脖位 其實是不是因為遷就 他可能要做一些 鱷膏頭 那些方便 不是 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你做長一點的頸 因為他的頸是軟 因為這個 你都可以縮得到 因為他這間廠的常規 可以用開 可能他下次 如果有機會 加長一點的頸 會更好 因為之前的魔界 射箭那個 Negolas 對 他也是一樣 頸位 好 好 因為不夠長 15分鐘 我們又要自己接 好 好 差不多了 繼續有新的 下次再見 拜拜